我們先來看到這是在高雄美術館附近 在今天上午美術館附近 扁家外連環槍響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誰來尋仇嗎 原來是刑事局跟嘉義市警方 在爭辦一起掘人勒鼠案 追蹤這個嫌犯呢 一路南下到了高雄 那麼警匪呢就這樣在街頭搏火 歹徒的臉部中槍 最後是鬆一不治 那麼當時美術館呢 正在運動的民眾都直擊了 這一場警匪槍戰 聽到了20多槍的槍響 那麼根據了解呢 嘉義市過年前發生了這個 掘人勒鼠案 疑似呢就是有一名祖頭 祖頭被掘走了 他後來付了300萬的贖金肉票 才獲釋 早上9點多 10多名警方賀槍實彈 在高雄美術館將嫌犯前後包抄 遠景持槍拿著盾牌緩緩前進 不敢大意 白色休旅車被包圍動彈不得 附近民眾表示 在美術館附近的公園運動 突然聽到20幾聲的槍聲大作 嚇了好大一跳 彷彿僅被開槍的電影情節 真實上演 剛剛聽到這個 參聲的聲音 那大概20聲 你有趴下 有趴下 當然有趴下 對啊 那麼近的聲音 我們趴下 在草地上趴下 高雄警銷接獲報案 趕到現場嫌犯疑似 臉部重彈 當場沒有神明跡象 消防人員緊急CPR急救 送醫搶制 最後宣告不知 警方表示 這名40多歲的理性嫌犯 涉嫌擄人勒俗 一路從嘉義逃到高雄 而刑事局惠同嘉義警方 一路南下辦案 過程中疑似嫌犯反抗拒捕 讓警方接頭扣板機逮人 撥火現場 驚動附近民眾和住戶 讓警方辦案引發關注 借吾國中黃世宇 高雄報導 此評和流量持續上升當中 繼續來點名 謝謝我們的達斯維達 保主午安 一日寶寶 終生寶寶 你們按讚了嗎 記得幫我們按讚起來 還有鄭曹芳 卡茂雪霸高利敏 謝謝你們來到我們的子評報導 好 接下來我們持續來討論 這個新聞重點 到底是誰被砸電了呢 3月1號晚上10點多 高雄大聊一家KTV 金船酒客鬧事 是喝多了嗎 還把紅外線感測儀的支架 都拔下來 還拿來攻擊 來勸架的KTV員工 結果導致人家員工都受傷了 好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呢 原來那天晚上五名男女相約去KTV 唱歌要慶生 後來又邀了另外一名張姓男子加入 不知道是誰找他來的 因為張姓男子不滿這個聚會 怎麼這麼快要結束了 他還沒唱夠 因此就開始吵架了 就爆發衝突了 三個大男人就在KTV門口大打出手 警方貨報到KTV 即使已經控制現場 但涉嫌鬧事的酒客還是情緒激動 還在大門口相互叫囂 警方忙著勸阻 酒客同行的妻子擔心車上還有小朋友 其他人因為喝醉走路亮槍站不穩 六名男女全都要帶回派出所 原來三月一日深夜十點多 三個大男人在KTV大門口起衝突 兩度鬧事還波及店家櫃台 都是同胞鄉的一個友人在辦慶生會 期間有電邀另外一個張男到場 那因為短暫的聚會引起張男要結束時 引起張男的一個不滿以及起口角糾紛 原來當天晚上兩對夫妻跟一名 陳姓男子相約唱歌慶生 途中又找來另一名張姓男子加入 但羅姓夫妻以小孩隔天要上課為由 結束聚會讓張姓男子不滿口出惡言 三個大男人就在大廳上演全舞行 KTV員工也掛彩 民員工見狀就立即要上前置職 那不慎被羅南防疫設備的一個支架 在勸架的過程中被毆打到 實在很誇張 羅姓男子不只拿支架打傷員工 上了警車還扯壞擋板 除了要被KTV追究傷害毀損告訴外 友情也因為這次衝突 三方互告宣告決裂 記者宋沛成高雄報導 通通都有通通都來 子瓶連結置頂搶救中 寶寶們放心搶救當中 我直接把子瓶的連結貼在我們的中天電視底下 看到漢堡主播真一真那個帳號呢 點進去就可以飛到我們子瓶了 待會我們持續來點名 接下來我們看到 如果說你的車被拖掉的時候 真的很生氣你會怎麼做呢 但是這名婦人是不是有一點氣過頭了 看來她是有練過 大媽使出了剪刀腳 你看看她對警方做了什麼事情 真的是嚇壞了 而且這個地方是在大馬路中央 大媽使出剪刀腳 還插眼襲警 在新北板橋 原名婦人呢 車被拖掉 就是這裡 天啊 她穿的是裙子嗎 大媽實在是太激動了 好這名婦人怎麼了呢 車被拖掉了 就跟旁邊的警察打起來了 一旁的圍觀騎士呢 不斷地起哄 那被網友肉搜認為說 她才是防海公務 那麼婦人最後呢 其實她有到警局去坦承錯誤了 不過也喊冤說 她自己是被警方誤導 將婦人重摔在地 兩人在柏油路上扭打成一團 婦人甚至還動手抓花圓警的臉 警方暴怒起身後 近距離朝她狂噴辣椒水 四十八歲的曹姓婦人 日前去板橋買衣服 車輛卻微停紅線被拖掉 讓她破口大罵 不過她也有話要說 認為自己被誤導才會攔車 希望不要拖走 不過衝突卻升溫 而這名男子戲也很多 說在旁幫槍質疑警方執法過當 事後也在網友人肉搜索 以免倒痛罵她 警方處理事情到底關你什麼事 根本就是陣營魔人 還有人說嘴炮王最可惡 在旁愛手愛叫 可以給她一張返害公務嗎 網友用一雙拖鞋起底身份 據瞭解她去年八月 曾把機車亂停巷弄口阻礙交通 遠景前往開灘 雙方還在現場爆發激烈衝突 我一直警告你 我要使用強制力 夫人坦誠自己不對 不過也認為受到委屈 加到台灣二十三年 自認開車很少違規 不過夫人交集警方強勢 加上民眾挑釁 也讓這起取締暗沉了全武行 記者周沛 新北綜合報導